近代人们也以十三太宝来介遇一些人,如西北军十三太宝,指的是冯玉祥手下十三位军官,分别是孙良成、孙连仲、佟林阁、刘汝明、韩富菊、石友三、张伟喜、果之刚、文成烈、程西贤、戈金章、赵西聘、韩多丰。 近代人们也以十三太宝来介遇一些人,如西北军十三太宝,指的是冯玉祥手下十三位军官,分别是孙良成、孙连仲、佟林阁、刘汝明、韩富菊、石友三、张伟喜、果之刚、文成烈、程西贤、戈金章、赵西聘、韩多丰。 蒋介石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,其中的十三位主要成员,被称为国民党十三太宝,分别是刘建群、贺中涵、邓文仪、康泽、贵永清、丰替、郑建民、曾阔晴、梁甘桥、萧赞玉、藤杰、戴笠、胡宗南、南小杜、北老九、十三太宝、无敌手、七盖教头、那三少、车铺师爷小阿倩、 瞎子酒鬼黑白无常龙虎报。其实,早年有一部影视剧叫《上海滩十三太宝》,也是刻画的人物。